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队 最近和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的社工级孩子们 20多人参访了花莲南海园小虎金海洋驿站 过程当中除了让孩子了解海洋保育知识 省域安全教育之外 也让孩子们实际体验海巡救援的装备 也利用海废品做出了艺术创作 当作是纪念品 让孩子们可以更了解海洋生态 第一二岸巡队在疫情之后 首次接待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社工级孩子们 参访花莲南海园小虎金海洋驿站 并以海域安全海洋科技海洋保育金屯生态等四个餐馆 为参访主轴 烤生成水为什么它稳定性这么高呢 因为它长期的低温 低温就是因为200公尺过后 我们太阳照射不到海底 所以它里面是长时间都是处于一个低温状态的 那低温的情况下 它就比较少生物 也比较少一些污染 就比如说像洁净 洁净的污染就是我们海面上 不是会有我们人为的破坏吗 有船经过啦 有人会丢垃圾啦 虞虾被累死掉啦 就会有一些毒素嘛 会有一些污染 好 这些都没有之后 还带就是 还有富富的矿物质 就像是刚刚弟弟讲的 我们的生成水是可以喝的 是可以喝的 跟那个矿物盐是可以经过人体吸收 一二暗巡队表示 为响应政府推动蓝色革命 海洋新国的政策 海洋委员会打造全台12处 具有特色的海洋驿站 其中一处坐落在新城乡台九线道路旁 以海洋永续 海洋教育 海洋休息 三大要点 欢迎花莲地区的民众 学校游客 一起亲近体验海洋 进而拥抱海洋的目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